这里有个运动员爱丽丝 跑了1500米10次 有10个时间出来了 我们可以先看部分A的问法 他说在这10个时间里选择其中2个 我这里部分A会做2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用NCR 我们留意一下他现在是要两个Best Result都选择不了 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两个Best Result 或者是跑得最快的两个Result 就是264和265这两个是要选择不了的 所以你要在10个里选择两个 即是10c2 现在要选择不了那两个 两个都选择不了的 即是在剩下8个里选择 那两个就要选择不了 就是这样计 8c2 就除10c2 那就计到28 over 45 然后去到A3 最多一个Best Result 最多一个Best Result 我就会用1减 减什么呢? 就是减了2个都选择了 我减了2个都选择了 2个都是Best Result 那就是最多1个 我减了2个都是 减了这个Case 就是最多1个 我就想相反了 2个都选择了8c2 乘2c2 除10c2 2c2 其实就是1 分子是1 应该计到就是44 over 45 其实这个都挺容易的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但是我都会 show 给你们看 Method 2 就是叫做 Profit 相成的方法 我不建议这个方法 我不建议 不过呢 如果你们看完 就可以试一下 用吧 有得选择 有得选择 就一定是用 第一个方法 好了 那 隔壁相成怎么做呢? 就是A1 现在要选择 因为两个Best Result 都选不到 即是你第一次和第二次去选择 都要在这8个里面选择 第一次就是10分之8 第二次你选择了一个出来 就只有9个里面选择7个 那不用整数数 因为你两个都是 就是Log Best 两个都是不好的 Result 那就没有次序 可以再分的 好了 那这里计完出来 就是 8 x 7 x 10 x 9 就是28 over 45 接着去到A2 那A2 就是 要选择一个 就是 要选择一个好一个不好 那 我们可以 有两个Case 就是 先虎后填 或者先甜后苦 好了 如果是先虎后填 那就是 10分之8 再乘9分之2 第二个Case 就是 10分之2 再乘9分之8 有两个Case 也多 当然可以直接乘2 都可以 直接乘2 好了 直接乘2 那就算到 16 over 45 接着A3 A3 A3 就是at most at most 都是那句 就用1- 減走 2个 好的Result 都可以选择 減走2个好的Result 都可以选择 即是说 1-2次都是Best Result 那 2次都是Best Result 就是 10分之2 乘9分之1 不用乘4次序 这里只是1个Case 因为2次都好 你不能排4次序 那我计算到 44 over 45 那做完 Part A 接着 去到Part Boy 就问Stack 这条应该 现在就有2个人 就是2个人 A和B 艾莉斯和Betty 那他们就要 去代表学校参赛 那问你 哪个 会拿到 好些的成绩呢 那 最正度 就用个Min 去想的 就是你去分别计 这两个人的Min 看看哪个好些 不过 有时你做运动 你可能 不一定用Min 用Median 都可以比较到的 用中文数又可以 或者 甚至 你用 可能Mode 这个Mode 这个Mode 这个Mode就难些 这个用不到Mode 所以我们就 要是用 Min 要是用Median 去想 最正度就用Min 好了 所以B1 我们计算Min Min Min 其实都不用 写整条式出来 只要你全部加 除 10 那就是 平均275秒 那Min 那Min B呢 平均呢 就会是 就是 你把这里 加上去 除回10 就是272秒 那 那 變成呢 就是 哪个好些 那当然是B好些 它的时间短些 就小个275 那所以 我们应该是 要选 Betty 的 好了 接着它就说 现在 最佳 纪录呢 就是267秒的 那 哪个是会有 好些的机会去 破到这个纪录呢 那 那这个呢 我们看回 爱丽丝呢 如果十次里面 有一次 两次 三次 是破到纪录的 十分之三的机会 那 但是呢 Betty 就 它只有一次的 虽然它的平均时间 是短些 但是呢 如果以破纪录来说 它是只有一次 是破到纪录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应该是 选 爱丽丝的 好了 那所以回答 就是 爱丽丝呢 就是有 三个result 是会 less than 267秒 那 Betty 呢 就会是有 一个result less than 267秒 那 所以呢 就应该是 爱丽丝呢 就会是 做得好些了 如果我们以破纪录来说 如果我们以破纪录来说